看到對方的臉 你看所有指頭都可以看到了 老闆娘自豪的夾起腌肉片 就是這薄透又入味的肉 讓客人一早就擠在攤位前 夾起一片片腌好的肉 放在袋子裡 不同部位 不同口感 大家搶在中秋節前買起來 咖啡喔 咖啡啦 已經吃了幾天了 賣三千 差不多六七百千吧 在嘉義埔子第二市場裡 老闆娘的獨特醬料 醃製腰內肉 冷凍之後更入味 等到烤肉時再退冰 烤起來仍然是軟嫩又多汁 打響三十年老店祖傳六代的招牌 另外這一間 去年是不排隊一定買不到 台南觀廟的這條吐司 去年從清晨六點開始排隊的畫面 都讓大家印象深刻 中秋節前訂單滿滿 現貨都來不及出 個人乾脆看好出爐時間 提前到店裡等 他特地跑來買的 因為他一個人只能五天 所以想要叫先生再訂屋表 要看他的時間 你剛才那裡就沒有了 我們住附近而已 沒有像外地人 可能就會一次買比較多 吐司一條從九十元轉到一百元 原本一個人可以買十條 今年一個人只能買五條 但是預購訂單依舊滿都不行 平常吐司就很受歡迎 南部中秋節烤肉夾吐司可不能少 也難怪這些店家從早忙到晚 這叫林天洋侯國伯恩 台南報導